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又到了我们一起上YouTube的时间 那么这期的话我是要致敬 然后同时也要是出于一种非常非常商业的一个关心的话 然后去和这个手工梗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梗大哥嘛 然后去进行一个预计 然后主要想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电汗 还有以及这个相关这个陈胃病的问题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手工梗 其实因为老师做的是科学以及这个科普 以及这个科学知识相关方面的 那我平时在YouTube上面 然后自然也会看到有关于发明之类的 那么的话有一个发明家 其实也就是叫手工梗 也是他一个非常大的YouTube组 当然比老师现在出名多了 然后他同事也是老师非常中敬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中敬他 其实他是一个河北的一个农家小伙 就是河北嘛 还是一个农村的 就比较偏远的一个小伙 但他自己有一个发明的梦想 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发明的梦想 就是这个手工梗 所以他在家里面啊 他就自己会利用他自己的一些创意 然后自己去收集一些材料啊 比如说铁啊木头啊 然后虚然自己去进行一些奇事妙想的这个梦想 而且他的发明真的是非常的棒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去看他你就知道 就是说他能够对人的这个开发什么的 以及对人对自然界对种好奇心这种渴望 真的是非常好的 而且其实他这种发明的这种视频 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去说 我们去开拓我们的科学呃 科学知识去引起我们对自然科学 以及对这个社会感兴趣 我们的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也是一种科普 而且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科普 其实相当于手工梗 其实也是和老师在做一样的事 呃 结果也是一样做一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这种发明的这样一个制作的过程中的话 其实那老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经常使用那个电焊嘛 对不对 你要去焊接 比如这有一根钢钢管 你要和他弄起来 所以你就要用这个电焊 那么这个电焊的话 因为他是通过一个电压 然后和激素的时候产生所谓的这个高温 对吧 他的高温 然后融化金属 然后就产生了电焊 因为融化金属的过程中 这个金属其实是会气化的 就是这边有一块金属 然后它就变成蒸汽 这些蒸汽最后 诶 银化来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颗粒 颗粒 其实它就是粉层 那么这部分粉层的话 但是我发现啊 就是 梗那个就是手工梗的话 那它在制作的过程中 它并没有戴口罩 它没有戴口罩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把这些粉层 然后呼吸进我们的鼻孔的话 我们的鼻孔的话 然后就会到我们的这个肺部 比如说我们 到了我们的肺部 比如这是一个细胞 一个肺的细胞 假如你这些金属的粉层 到了肺的细胞里面 到了肺的细胞里面 由于你是金属的 对不对 我们的肺部其实是很难把这些类似于金属啊 之类的 包括这种东西去进行这个消化 然后你长期呼吸这样的食品 这样的一些颗粒的话 然后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 这个细胞没有办法处理 但我们的细胞的话 会把它这个有一个 会把它这个 这个吞噬掉 吞掉 吞噬掉 然后再排出体外 这是我们正常 比如说我们呼吸的时候 呼吸一些粉层 少量的粉层 然后我们就会排掉 排掉 但是当我们比较频繁的呼吸的时候 比如说你经常进行焊接 然后你长期泡在这个金属粉层里面 那么这个量的话 就会超出它的极限 你就会超出它的极限 那么你超出它的极限之后的话 然后这个细胞就会爆裂 就炸裂 炸裂 炸裂之后的话 然后就会 它就会进行所谓的这个 相当于它已经超出它的极限了 它就会在原地进行炸裂 然后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解煤 现在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处理这样的一些粉层了 所以手工杆如果它长期要做这种YouTube的视频 不仅包括手工杆 还有其他的类似于在YouTube里面做这种发明类的 就涉及到关于电焊 或者接触到这个切割粉层 这样的 这样的UP组也好 YouTube也好 其实 老师今天都会给大家一个 就是说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 爱心的一个提醒 就是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 一定要想办法去戴个口罩 也许会戴口罩会影响 有一些可能拍的时候的一些感觉 但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只是拍手工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还是要 或者你在对口罩进行一些比较好的处理 比如说一些花样 一些花样的处理 或者是把它用在鼻孔里面 会有一些过滤器 然后都可以 或者进行过滤 过滤器也好进行过滤 就是要足入这个粉层 然后进口来 那就到你的肺部 如果只是少量的话 那我们的轮体是可以处理掉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走在我们的空气中 比如说我们屋子里面 其实都有这个灰尘 其实无所谓 因为我们的这个含量很低 而且这个灰尘的话 在很多次可以被我们吸收 然后排出去的 所以无所谓 但是你长期属于在这个金属 这种人体 无法进行这个处理掉 溶解掉 以及这个 而且长期暴露的话 它们这个细胞就会产生这个水解酶 水解酶 相当于是一种酶 然后它就会去破坏 破破坏呢 那我们的这个肺泡 就相当于你的那个肺里面的细胞被破坏了 被破坏之后呢 它又产生了很多金属 所以最后你的这个肺啊 你的这个肺啊 最后会变成什么 就有一个叫纤维化 那么纤维化的话 主要是由 比如说你死掉的细胞 再加你的这些水层 好 做成的这样一个纤维化 纤维化的一个东西 当你的肺已经进行纤维化的处理之后 你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 就是你就已经丧失了所谓的这个呼吸的功能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形成了沉肺壁 其实呃 中国每一年因为这个电焊行业 这个电焊工啊 得成肺病的这个人数 其实挺多的 其实还挺多的 就是也是被各种报道吧 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谷歌搜索一下 也是存在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预警这个手工梗啊 的其他的这个 youtuber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 因为成肺病它它无法可治 它是一个绝症 最重要是什么 它是一个绝症 它现在并没有药物可以做 最多就是缓解 你得了成肺病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宣判的死刑了 而它的寿命很短 就是说即使你用药物控制 它可能的寿命也是在几年以内 肺就可能就三到五年吧 一般三到五年可能就会非常严重 最后就就过世了 这样的案例就是说 你在youtube上收成肺病的那些很多的纪录片什么的 就可以见到非常的惨状 因为人是靠整个呼吸 然后才进行生存的 当你的肺部就是当你的肺已经 当你的肺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呼吸了 相当于你就被你的身体的缩的部分就会非常非常难受 而且就会比如说咳嗽之类的 而且由于你内部因为肺部长期属于一个炎症的状态 长期属于一个炎症的状态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由于这个金属的过量所以导致细胞磊结 产生水减肺导致肺泡的死亡 炎症的状态的话 所以很容易引发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肺癌 比如说肺结核 肺结核等等这样的病发症 那么得了肺癌和肺结核的话 它就会更加的严重 而且甚至有像肺结核还是传染性的东西 那么由于你得了炎症包括细菌的滋生 你肺部的剂能的丧失 导致你的免疫系统 肺部的免疫系统出现一个崩溃 所以它有一系列的病发症 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所以的话就是说 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期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对手工肯的话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定要戴口罩 你们说一定要戴口罩 这是科业博士给的第一个建议 但第二个建议的话 你戴了口罩 因为你还是会暴露的 所以 因为你要增强你肺部的这些器人 所以可以多运动 因为你处在这个粉尘之中的话 你可以多运动 因为运动的话 就会增加你肺部的这样一个代谢 所以 会让更多的粉尘抬出去 但前提是你要戴口罩 要减少你的那个运质 这个东西只是起到一个幅度 你多运动 多运动一下 另外的话第三点就是 你不要熬夜 你不要熬夜 就是提高你人体的这样一个免疫系统的技能 让你人体有更多的可以处理这些 有可能被吸进去这些金属粉尺的一些能力 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 第三点就是你不要熬夜 第四点的话可能就是你要避免感冒 就是避免感冒这之类的 你尽可能要 要去避免一些感冒 为什么 因为你感冒之后的话 你的整个免疫系统也会处于问题 然后感冒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去做这些 做这些 去做这些手工和发明 就是 写一会 就是说但这部分都是辅助 这部分也都是辅助功能 但是这个可能是本质的 应该口罩的话 这部分是本质的东西 所以的话 希望如果那个手工感或者其他的YouTube游戏 能够看到老师的这期视频的话 就是 也能够就是 这是一个人命贯天的事情 非常非常严肃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关注到一个性命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绝症 然后 那也希望能够这个看到这些视频的话 能够把它去转发推荐给更多的人 同时希望也 大家也可以点击关注那个 可以博士老师的YouTube频道 然后我们一起的话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保护我们的健康 关心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关注一些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说过一些方法 那么接下来的一部分的话 我会给大家就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国家现在 你像在欧洲 欧洲现在已经他们消灭了成肺病了 像美国像加拿大这些地方 其实他们已经消灭了成肺病了 因为成肺病其实是一个 消灭它其实也很容易 就是你只要是口罩 并且口罩的质量合格 只要能够比较大程度的 把一些粉尘去隔离之外 那么成肺病在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 可能还是这个 风转工比较多一点 就是建筑行业 就是打转头的那个 大家看到这转那个孔 就是风转工这个鼓励是很高的 为什么你要暴露在孔之中 并且中国现在对于这个农民工这方面 就是权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忽视 可能大家也是有也是很知道的 所以大概就是每年只有1.4%的这样一个公司 你1.4%的企业或者员工去通过培训 就是说去让农民工这个知道这个知识 就在农民工这个群体大概只有1.4% 就是从事这样一个群体 就是这里面的人数啊 你从事这个高位行业 但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 通过这种去一线告知你 它的危害性要戴口罩的这个 能数比例只有1.4% 所以你就见大部分人对他们的这个权利 其实是没有 是没有重视的 没有重视的 所以就当欧美国家就是说 他们已经通过这种知识的传播 通过这种要求 然后已经消灭成为病的时候 中国每一年还有87.3万的人 87.3万的人 就将近90万嘛 然后的一个人数得了成为病 那么相当于就是宣判的死刑 就相当于你感染这个人数 那基本上就是死了 就相当于会有这么多人每一年 因为这些知识的缺乏的一个宣传 而且最后却导致了 因为人家毕竟已经消灭了 我们可以学习人家比较好的经验 然后同时也消灭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 这个可能也是中国所谓的这个 劳工群体的一个困境吧 然后现在劳工群体一个困境 然后现在有一些这个公益组织 像这个大爱清城啊 大爱清城就是元力嘛 就是元力等等他们就是说 正在也是在推广这样一个知识 但是本质上因为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个 劳工群体这个低人权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每年会导致大概87万 呃左右的这个能力工兄弟们的一个死亡吧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 也是一个很惋惜的事情 那么一再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 因为你得了陈飞病之后 你的肺部基本上就丧失了它的功能 人如果没有了肺你就会很喘 基本上你像走路你看这样 就基本上就这个状态 走两步就会喘气 基本上你就丧失了工作和行动能力了嘛 所以你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 呃没有什么行动能力的一个 非常非常的一个弱势群体 对不对 就是一个弱势群体 你也没有办法去进行维权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进行维权 因为你连行动都行动不了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维权 所以呃现在好像陈飞病的这个维权群体的状况 然后据我了解所知是非常非常的悲惨的 基本上都是通过拖的一个字 基本上就是拖 为什么拖你啊 因为你大概只有三到五年的时间 发现了三到五年的时间 可能有些还稍微长一点 大部分可能五年左右 三到五年左右你就挂掉了 所以只要我一拖三五年很快的 一下就过了 所以我只要一拖 把你拖死了就行了 就是把你拖死了 你基本上到了晚期了 你更加动不了了 首先你根本就没法跑 你怎么就危险 比如说你在深圳 从事这个封断工 比如说你又是湖南的 湖南那个地方 你像湖南那个什么 什么县 桑子县还是什么县 反正就 你就湖南的 你要跑到深圳去那么远 但是你你现在得了陈飞病 肺又不能 那个肺都不行了 你根本就没法走啊 你可能上上个一层楼 可能你都很麻烦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很频繁的去跑 去深圳进行维权 所以对方只要一拖一下 拖个几年 拖个三五年 你死掉一大半了 然后再拖一两年 然后全部死完了 然后就不就OK了吗 然后就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这个产生问题的人 所以你解决这个人的这些部分 就完全被解决掉了 那现在这个维权的事情 不就没有发生了吗 对不对 就就没有侵犯权益了吗 因为被侵犯的人都已经死绝了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 因为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而且的话现在 呃 它没有能力去进行维权 所以的话 然后就 把他们就基本上拖死了 就是就是这样一状态 所以也是比较惨的 然后如果说是周围有 周围如果你的父亲 或者你的朋友们 在从事有关于封城 封城啊 就是转井封转 包括打井也好啊 封转也好啊 隧道也好 相关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的话 行大家务必要向大家传达 这个知识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把我科学博士这期的节目 然后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 呃 当然会有也会有一些组织啊 或者有一些什么好心的人 就是说去帮助这个 呃 这些实在的助人嘛 毕竟这个社会上有些人 见不得别人的苦难 或者是觉得人太太太太惨 他们实在是真的是太惨 太惨啊 所以有一些什么 呃民间的也好 一些公益组织啊 然后NGO组织 去帮助他们进行维权 不过这些组织都比较惨 基本上都是抓着抓 然后被打着打啊 然后被污蔑为什么境外势力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最后都都抓着 就是维权的基本上都发光了 所以农民这个 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亲人 如果是这个农民工的话 一旦得了陈胃病 那你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 一个事实 这个不仅仅是在你身体上 未来健康上的一个悲惨 更重要的是在你的权益上 人道主义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悲惨 所以我觉得这期视频 为什么要做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以上几点吧 因为我希望这个 具有发明家理想的这个手工梗 梗大哥能够比较健健康康 然后每一个这个YouTube组的话 YouTube呢 都能够好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第二点的话 也是肯定有很多的观看者 或者粉丝的话 然后他身边有这样一个群体 那么的话他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所谓救人一命生造七级腐屠 OK 那我们这期的上YouTube 就大致挤住 希望对大家的知识 和对大家的健康 都会比较有好处吧 也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关注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好吧 分享给大家 帮忙一起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些东西 就是有道理的 小的地方 闹路